让求道成为习惯 让爱结束苦难 因为真理就在我们身边 观念看地 走近神奇 这里是信不信有你 大家好 我是李明 亚历山大普特尼 是一位美国的艺术家 2003年的时候 25岁的他 突然从艺术界 凭空就闯入了统一常理论的研究 并且仅仅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就奇迹般地导出了 全球思维磁共振土 并从中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那就是所有的人类本土文明 都利用了聚焦的四生祝播地点 作为圣地来保持文明的兴旺与觉醒 在上集中我就说过 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觉醒 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话题 接触过佛家学说的朋友都知道 佛家是讲六道轮回的 这个六道轮回通常指的是个体的人 而人类以族群的形态存在 不同的群体其实是对应着不同的天体的 也就是存有不同的文明 而这些群体和文明本身 也是有其轮回的 这个轮回最典型的体现 就是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复兴 美国预言大师 具有超心理学能力的爱德加·凯西 在他一生中 曾用20年的时间 在催眠状态中 启用宿命通功能 详细地描述了亚特兰蒂斯的行衰过程 并且指出亚特兰蒂斯因为人的道德急速堕落 物欲膨胀导致高度发展的科技 最终毁灭了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 而且爱德加·凯西还说 人类科技的大爆炸 正是亚特兰蒂斯灵魂回归的原因造成的 大约在一万年前 也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最后一个岛屿 沉入海底前 一些亚特兰蒂斯的科学家和大基斯 带着他们的科技成果逃往世界各地 埃及 尤加敦 玛雅等地遗留的史前文明 就是幸存的亚特兰蒂斯人 创造的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复兴 根据爱德加·凯西的说法 这些灵魂依旧在地球上轮回 因为最终他们必须要在同样的条件下 学习放下物欲的功课 用RA的华奖就是完成对造物主一的法则的学习 在亚历山大普特尼写的《特斯拉的重生》这本书中 他用大量的证据来证明 尼古拉·特斯拉就是一个亚特兰蒂斯灵魂的轮回 而普特尼本人自称他就是达芬奇和尼古拉·特斯拉的转世 更有意思的是 有人从普特尼写的《特斯拉的重生》中 发现了一个极为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如果基督徒的普特尼是基督徒的特斯拉的转世的话 那就说明基督信仰与佛法同属于佛家体系 因为基督徒也有轮回了 都说2012年时代是基督在灵的时代 那么无论是达芬奇和特斯拉转世轮回的普特尼 还是我们能否有幸听闻未来佛米勒佛 也就是弥赛亚的教导 完成造物主 以德法则的学习 毕业后证得果位 获得永生 永超生死轮回呢 特斯拉和达芬奇在生前都曾有过 对球形助博厂的研究 而这个研究的最终结果 却是由他们的转世普特尼完成的 不能不说轮回转世确实是存在的 而且这样的轮回转世本身似乎也真的是在证明 爱德加·凯西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就是轮回的灵魂还得在同样的条件下 完成前世未完成的学习功课 我在《地球脑播》那集节目中曾讲到舒曼共振 也就是地球的共振频率接近8赫兹 其实最先发现这个地球共振频率的人 就是尼古拉·特斯拉 他是在西元1889年发现这个地球共振频率的 而舒曼只是在1972年确认了这个理论 地球的共振频率在0至50赫兹范围内波动 平均约为7.3赫兹 是人耳听不见的次声波 科学家发现声音是可以创造形态的 也就是说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是因为声波的震动而形成的 比如火山爆发、龙卷风、地震等自然现象 都伴随着次声波而发生 而核爆炸、轮船航行、汽车行驶等人类的活动 也有次声波的存在 普特尼在研究球形驻波场的时候 发现了以埃及大金字塔为中心的 四维地球次声驻波共振图 他还发现在玛雅圣地、吴格库等地 还有很多个次级共振中心 而这种精密的球形驻波场共振图的形式 是遍布宇宙中的所有电子、原子、行星、恒星和星系的 发现这个地球次声驻波共振图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科普一下有关声学的相关知识 一般来讲 声源所产生的声波向外辐射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声场 而这个声场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通常会根据不同的环境 把声场分为三种 就是自由场、压力场和扩散场 所谓自由场就是 声波在一个没有任何障碍物阻挡的环境里 只沿一个方向无限大的传播 不过在现实中这种环境是不存在的 所谓扩散场就是 声波在一个有障碍物阻挡的环境里 所有壁面都会对声波形成反射 所谓压力场就是 空间尺度小于波长的十分之一的时候 空间内任意点的声压是相同的 而达芬奇和特斯拉所研究的驻波场 似乎是一个并不通用或者不正式的概念 通常指的就是容易产生驻波的空间 也就是说在这种空间中 在管道物理尺寸不变的情况下 声波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 指沿轴向变化 导致形成波峰和波谷 这些波峰波谷只随频率变化 不随时间变化 一直驻留在那儿 所以叫驻波 驻波产生的环境必须是有边界的空间 而且边界还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边界是平面而不是曲面 第二边界的方向与波的传播方向相同 第三边界绝对的硬或是绝对的软 所谓绝对的硬或是绝对的软边界 指的就是声波在这种界面的反射波 与入射波的幅度相同 这样才能产生纯净的驻波 而一般提到的驻波场 指的是一维管道或是三维立方空间 而且闭面刚性 了解了什么是驻波 我们再来看普特尼对球形驻波场的研究 普特尼发现埃及吉萨大金字塔 位于地球大陆板块的中心 金字塔的边心距离 与底边的一半之比 刚好就是黄金分割值1.618 如果以大金字塔为中心进行测量 所有古文明的巨石遗址 到大金字塔的距离之比 刚好都符合黄金分割比的比例 大金字塔的底边长为756英尺 声音速度约为每秒1100英尺 由此产生的振动频率为1.45赫兹 这就是大金字塔发出的次生频率 这个1.45赫兹的频率非同一般 因为它与人类的心跳频率竟然是一致的 不仅如此 人类的松活体也就是第三只眼睛 天幕在这个频率的激发下更容易觉醒 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发现 人脑在休息的时候的脑电波 为8至13赫兹的阿尔法波 这个脑波在西方称为阿尔法节奏 也被称为安静波和长寿波 就是人的大脑处于清醒状态最静时的脑波 而这种脑波和1.45赫兹频率一样 对人的健康长寿非常有益 这似乎在佐证科学家们所发现的 声音可以创造形态的现象 不仅适用于人眼可见的物质 而且还适用于人类处于微观下的身体本身 因此普特尼推断 如果大金字塔的作用 是将地球的基频从7.3赫兹降低到1.5赫兹 那么吉萨大金字塔很有可能 就是全球同步意识斜波发生器的主动力源 更有意思的是 1984年在厄瓜多尔的拉玛纳 发现了300多件史前古文明器物 2006年普特尼参与了对这些古文物的分析研究 他发现其中的第三只眼金字塔 象征的就是吉萨大金字塔 竟然与1美元纸币上的金字塔图案惊人的相似 金字塔的底部还可有古繁文 翻译成英文就是 All greatness the highest 翻译成中文就是 伟灾至高无上者 厄瓜多尔的考古学家还收集到了巨人的骨骼 普特尼于是就将7.5米高的巨人骨骼复原 放在瑞士的神秘公园永久展出 有学者认为 普特尼的研究说明 世界上各种史前文明遗迹的发现 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错误的假说 而埃及的大金字塔是史前时期的巨人建造的 那些小金字塔才是本期人类文明仿造大金字塔建造的 还有学者发现 鉴于尼罗河左边的50个金字塔和一个石神人面像的设计 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 由同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根据17000年前肉眼所建银河左边最亮的50颗星而建造的 其中主要包括猎虎座、金牛座、仙女座、大犬座等 整个金字塔的建筑群从大犬座的天狼星开始 横跨整个银河左边的星空一周 最后再回到大犬座终结 地上的尼罗河就像天上的银河 地上的50座金字塔就像银河左边的50颗最亮的星座 接触过佛教的朋友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三节内建了一个大凡天 而释迦牟尼佛的天国世界就叫做大凡世界 研究中普特尼发现 大洪水之前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杰作 可以证明史前时期在各个大陆都存在过凡圣的大凡文明 而大凡文明就是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母文明 而穿起这些古文明的这根线就是古凡文 而普特尼的玛雅圣地四位次生共振图 就是大凡文明曾经存在过的有力证据 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 玛雅长老混巴自曼预言中所讲的 以卡拉克穆尔为中心的玛雅圣地分布图 特别是玛雅金字塔和墨西哥的山峰的分布 竟然都与普特尼的玛雅圣地四位次生共振图不谋而合 这张东半球的四位次生共振图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中的四位次生磁场中心是标号为41的柬埔寨五格窟 以五格窟为圆形的同心圆上的圣地 就有藏传佛教圣地西藏拉萨 释迦摩尼佛成佛处印度的菩提加耶 尼泊尔珠摩朗玛峰 中国西安古都金字塔日本与纳国岛水下金字塔 印尼巴达山谷巨石碑印尼迪恩高原神仙之山印尼佛教寺庙等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在厄瓜多尔的拉玛纳发现的世界地图石 可以证明亚特兰蒂斯文明曾经存在过 石块上粉红色的线条勾勒出了地球大陆板块形状 其中就有对应亚特兰蒂斯文明和母文明的两个大陆的部分 白色线条对应的居然是金天地球上的飞机航线 更神奇的是石头上的一只眼睛图案 正好对应在耶路撒冷的位置 而圣城耶路撒冷正是神之眼 这块世界地图石就像是一张天人合一的全息结构图 实在是让人吃惊 因此考古学家推断 这块世界地图石应该是12000年前的史前文明遗留下来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 如果用二次方乘Zn加1等于Zn2来表示黄金分割比的话 这种量子分形结构竟然在宇宙的构造中随处可见 2008年瑞典科学家用阿秒量子平闪观测仪首次发现的电子结构 竟然在木星大气漩涡结构中也发现了 由此可见普特尼的研究不仅完成了达芬奇和特斯拉为其心愿 而且还证明了亚特兰蒂斯文明的存在 更证明了地球上的一切文明与宇宙天体的对应 而这种对应的意义就在于保持人类文明希望的同时 服务于人类灵性的决心 用乱的话来说就是服务于造物主义的法则 如果爱德加凯西所预言的亚特兰蒂斯轮回的灵魂 还得在同样的条件下完成前世未完成的学习功课 所言不虚 如果尼古拉特斯拉真的就是亚特兰蒂斯灵魂的转世 那么尼古拉特斯拉像神一样带给地球人类不可思议的高科技的时候 人类为什么却无法成为天堂 更无法完成灵性密度的升级呢 这个问题我们下集来和大家分享 不知道这集节目对大家是否有所启发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感悟 谢谢大家 好了 我是李明 这里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视角 共享资讯 与您一起看世界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也可以告诉我您想听的话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